所以他現在當地的狀況就是 送贈品啊 或是公司貸啊 讓你可以比較快 比較容易的去買房之類的 那其實現在市場上就會認為說 如果這些招數都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是可能開始 不想被當房市韭菜 也不想被話術欺騙嗎 我是陶笛 你將在好房網和吳淡如一起分享房市經驗 記得訂閱好房網開啟小鈴鐺 我和淡如姐要給你滿滿的房市經驗大禮包喔 現在目前整個 我不曉得是不是 北南兩樣琴 也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目前聽到的狀況都不是太好 你聽到就比較偏向北部對不對 對 北部台中其實狀況上面好像都有點不是太好的狀況 也就是說不管是成交量 但是呢其實 聽說逛街的比較多 就是來逛逛然後沒有買的人 對然後之前是有說說 因為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他們現在建商並沒有明確的讓利嘛 所以他現在讓利的狀況就是送贈品啊 或是公司貸啊 讓你可以比較快比較容易的去買房之類的 那其實現在市場上就會認為說 如果這些招數都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是開始降價的時候了 那他們現在呢為什麼還撐住 是因為其實他們比方說 他一個禮拜還是可以成交一戶 那他就會認為我還是有成交啦 只是比起過往可能少了很多 那我就這樣子一戶兩戶這樣子 一個禮拜一個月這樣子去賣 那也不至於說都歸零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先撐著再看一下 現在的確在新案的現場上面 市場上面是沒有聽到說 真的有說他們要明確降價 頂多就是他們可能會說 喔贈品你不要 我就可能貼一點 折一點折扣給你 或者是說 當然你實際去現場看案子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不二嫁的案子 還是有一些讓利的情況 就是但是他不會真的 像我們過去明確的喊出來說 喔我這一個案子推出來 我覺得是市場最低價 這件事情目前倒是真的還沒有發生 但是呢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講這件事 他說 以他們活了這麼大把年紀 在台灣的經驗 台灣房地產呢 永遠都是短期震盪 押回之後再漲 也就長線來看 經歷過大風大浪了 經歷過房地合一稅 經歷過奢侈稅 經歷過政府打房也不要打N次了 信用管制也不要信用管制 那經歷過通膨危機 經歷過金融海嘯 經歷過歐債風暴 經歷過這麼多大事之後 會發現台灣房地產有個共同點是 如果你把它放長線 每一次利空都是好的買點 我看到上一期商周也做了這樣的專題 他說這兩年是自住客 絕佳買點進場時機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從比較大的角度 也就是說他把時間軸拉大 或拉長了之後 他們認為 當每一次大家在害怕的時候 當每一次利空會翠的時候 都是自住客進場買房的時機 我不知道兩位是不是贊成這個觀點 因為現在又來到這個時候了 所以我們聽一下副作者 簡短講一下 我覺得就像阿關講的 就是海水退潮之後 才看出誰在裸泳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說 現在到底是不是買好的買房時機 對自住客而言 現在是好的買房時機嗎 對自住客而言 因為其實可以發現 就像剛秉承講的 就是建設公司其實還沒有很明顯的讓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過前10年的多頭了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房地產如果從過去的景氣循環 大概7到10年是一個多頭 那目前已經經過10年多頭 理論上他應該是要先下修 走完一個循環 那所以說 尤其是現在目前在房地合一 就是那個平均電條例修正的情況下 打草房 打草房嘛 那打草房之後 其實很明顯的 預售屋這邊其實一定會受影響 包含我們剛剛講的司法人這邊 所以在整個成交量 假設真的6月開始 成交量急凍的情況下 那量縮 那應該是量會 反正你建議再等一等 對 你建議再等一等 操犯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